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新闻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孙维新谈天 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及台湾天文物理研究所的教授 以及科学人杂志总编辑孙维新在我们的现场 维京兄 大专兄好 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最近刚刚科普学游活动盛大举行归来 还要再跑第二题词是吧 对呀 前十几天呢 白天给太阳晒黑的在美国的沙漠州 辛苦行旅带着我们好多师生啊 晚上呢愉快的给星光晒黑 大峡谷的星空真的很漂亮 可是你知道吗 竟然看着看着就有一排八个 另外一排十个卫星 像排队的火车一样 从头上呼啸而过 看起来是多高的距离 蛮高 就是像天上的星点一样 但是非常明显的星点 非常稳定的火车 你觉得有点像哈利波特里面那种 场景在空中飞过去的一列 形容的那么好玩 你都忘记了曾经说过 这是很重要的光害啊 我们看了还真的很讶异呢 头一天晚上我们在洛尔天文台 就在亚利桑那发现了明王星的 那个有名的天文台啊 也是晚上在那好多刚好天文台 洛尔天文台他们办这些观星活动嘛 那我们四十几个台湾的老师学生就过去也参加了 看着看着啊 西南方就出来一大片云雾 你可以想象 一百丹八将来了 你以为架起云雾的妖怪来了是吧 我们满天星斗正看着高兴呢 西南方向呢 就慢慢慢慢从一片薄薄的云扩 让人一巨大的云 然后前面带着一个小东西在跑 从那个小东西放出这个扇形的云在后面 那一看大家都觉得那肯定是UFO来了啊 不是我跟他们讲的 这就是很典型的火箭发射了以后 第一节火箭往回落 在空中一方面做Fuel Dump Fuel Dump就是把燃料抛掉 他们有点这个叫Passivate 就是让那个火箭里面不要再有更多的燃料 免得经过磨砂会爆炸 是爆炸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头天晚上看到了 人类发射火箭 而火箭的投机火箭下来污染夜空了 第二天呢 我们在大峡谷的星空正看着高兴 看到星链卫星同头上过去 这是为什么那个旅游的最后一天呢 我们回到洛杉矶 我特别安排了上机场之前 机场旁边有个地点叫做Hawthorn Hawthorn就是马斯克的SpaceX的总部所在地 SpaceX总部 他门口有个巨大的SpaceX 那是第一支成功发射的SpaceX 就装在他总部门口 那地方已经是个观光景点了 不是猎鹰9号 就是猎鹰9号 就是第一支猎鹰9号 成功猎鹰9号 然后那边的保安人员呢 全副武装 用凶狠的眼神定的来往的游客 那是 你看起来太好奇了 我就说 跟学生讲说 你既然看星链卫星过头顶了 咱们这次去也不用带鸡蛋了 美国鸡蛋比台湾贵 咱们就在这拍个照看一看吧 就是原谅马斯克了 是吧 还好 他总是有贡献的啦 但是你当你亲眼在一个美丽的星空底下 看到一串一串如项链般的光点 从头上过去 你就知道你的星空 再也恢复不了以前的状态了 而且这个是非常机械化的 对不对 看起来 他其实是这样的 大尊雄 为什么会排一排 他的目的不是排一排 刚开始设上去的时候 他有大量的小卫星 一直上去可能20个40个60个 都丢到同样的高度 290几公里的轨道 在290几公里的轨道的 每个卫星自己本身有他的小小的能力 把它升高到400500公里 然后在不同的高度 参差错落的分开来 这样对地面的通讯涵盖效果更好 这是在洛杉矶SpaceX总部前面 以及大峡谷星空看到 对 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泛登堡太空军机的基地 好像SpaceX出现了罕见的失误 对 我们刚刚讲在洛尔天空台 看到西南方的那个火箭掉落 那其实就是来自泛登堡 因为亚利桑那 我们在北边 那西南方的就是洛杉矶了 那这次009号出了最大的问题 7月11号晚上 它火箭它分两级的 009号是第一级燃烧完以后 那长长桶子不是可以回收吗 现在变成一个大家仿效的成功 但第二级火箭竟然有它的夜仰泄漏 它是用夜仰甲烷的引擎 merling1 但夜仰泄漏了以后 那个画面看起来真的惨不忍睹 为什么 我们很少看到二级跟一级火箭分开的时候 通常你会看到二级火箭分开以后马上点火 大家就排手欢呼 又成功了 这次点火的时候 二级火箭旁边竟然围绕了大量的冰 那是夜仰出来以后 在旁边凝结成的冰 那就因为这样子的夜仰泄漏 所以它并没有足够的推力 把这几十颗卫星 二十颗卫星送到 该进去的轨道 你正常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它轨道应该在290公里左右 做成一个圆形的轨道 但现在大尊雄 它怎么样做成290公里圆形的轨道 先发射上去以后 让它加速 它的远日点到290公里 但它近日点还会绕回来100多公里 这等于是个大椭圆 那地球作为其中一个焦点 绕近的地球有在绕出去 但绕几圈了以后 你就在290公里最远的远地点 那个地方发射火箭 点燃火箭 那它就多了一个旁边的速度 出去以后它自己就会从一个小椭圆 变成一个大圆形 那所有的卫星轨道 基本都是这样修正的 成了一个290公里的轨道以后 这发射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这就算是进入了预定的轨道 对对对 然后这一排 大家排成项链一样 那样运行的 个别又会打开它的火箭 分别升到不同的高度去 但是这一次 这一次没有办法 因为它并没有进入290公里 圆形轨道 而是卡在这个290乘上138 最近接近地球表面138 那是很近很近的距离了 那是286的二分之一 还要少 不到二分之一 对 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 你让马斯克他们看得着急 想利用 你说卫星上不是原来也有火箭吗 你用自己的小火箭 把它抬高就行了吗 抬不了 为什么 因为它130几公里 离地球表面太近 大气层的浓度太厚 所以每次下来 每个几个小时下来以后 它就会经过严肃的大气层的摩擦 越来越沉醉 对 你变成两个力量互相抗衡 一个是你 卫星好像掉在水里头了 已经呼嚎无门了 它努力用自己的火箭要往外头飞 但是大气层的摩擦 让它不断往下掉 你往上飞一会儿 它大气层摩擦又往下掉 所以现在到后来 他们已经证实了 那这20个卫星就已经放弃了 这6月7月之间 这个发生2015年6月28号 也发生过一次灾难性的故障 对 那是在发射台 另一火箭是这样子 它运送到发射场了以后 在工厂里面做一次点火 确定点火静态没有问题了 然后送到发射台上去 装好以后再做一次静态点火 没有问题以后 它才发射的 那一次就是在发射台上面 做点火的时候炸掉了 并没有说真正发射 所以它那时候损失还不小 可是现在这一次不但损失了 而且被禁足了 grounded grounded 禁飞了 这个卫星虽然是成功的部署了 但是因为轨道低 所以卫星的电力推进系统 就刚刚讲被大气摩擦以后就下来 也就是你每次卫星接近地球的130多公里的 大气摩擦就会让它减慢速度开始往下掉 是 这时候你虽然发射你卫星上面仅有的 微弱的火箭希望往上升 但这两个力量终究无法抗衡 无法抗衡 对 那SpaceX的新闻里面 他说他正在更新卫星软体 那这表示说他将来要怎么样修正吗 然后他说以相当驱速 Warp Drive 这个不是科幻电影跟科幻小说 Star Trek里面的名词吗 他要以驱速九级的速度来推进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马斯克在他的推特在X上面 用接近科幻电影的语气描述一个垂死死亡的卫星系统 他不是在嘲笑我不懂物理 他是嘲笑我看过Star Trek 他用驱速这个概念巧妙的引导大家不去注意他的卫星失败这件事情 所以他果然是唬烂的 驱速这个是唬烂的 所以我们那个团走到哪里都会拉布条 大家拍照 后来想我说到了SpaceX门口 咱们就不要拉布条 不要丢鸡蛋了 你就拉一个布条 写简单的Warp Drive 驱速在此 对不过大春兄 我觉得一个结论是这样子 从上个礼拜这十几天的 我们自己在美国的夜空关心 这些事情现在是越来越明显 就不是说我们学天文的人 或者是专业的学者在天文台会看得到的现象 而是一般人民也发觉他就是亲门踏户 你的夜空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如果你你以前没有看过夜空 或者你你你反正不看夜空的无所谓 但喜欢夜空人会知道 数十年前六十年前吧 我记得我们节目里面讨论过几次 我们讲六十年了 我说六十年前有一件事情 我们在节目上讨论过几次 怎么回事是文法有问题 那就是太空七岁八岁就在一块讨论了 开发 开封太空的开发 你看变成开封的太发 太空的开发是要 它是有一个宪章的 有个宪法在 有有有 这个宪法能不能约束马斯克 我在中原大学上课讲太空科技与生活里面 有一堂课专门就讲太空法律 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 联合国其实issue了一个法律 就是太空的条约 总共有17条 那那些条文呢 说老实话 有能力的人不会遵守 没有能力的人也不必遵守 所以那个条约制定等于没有制定 那马斯克是没有能力的人吗 他有能力啊 有能力的人根本就不会管这个条约了 所以但是现在即使你 亲门踏户这四个字 可是刚才您说的 但是那个法律上面 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讲啊 太空科技的发展 绝对不是只有理工科 微电机电子半导体的 他其实很需要法律经济实业的人才 是 因为有太多人类需要在太空 重复地球生活的层面 需要这些人去照顾 确定他不要出问题 那我再三讲过 上次你觉得我讲了一个金句挺高兴的什么 科技越先进文明越脆弱吗 科技越进目文明越脆弱 那我另外一个 我觉得大学兄 您评断一下 是不是也是个金句啊 等一下 你的金句 我先说是 好 那我就不说 是这样子啊 我是觉得 目前的太空发展 从我过去的十几二十年的经验 跟观察 它简直就是一个 当年美国西部牛仔片的狂野大西部 你只要有手上有枪 最好你胸口挂了一个警长 代表你是正义的一方 New Sheriff in town 你什么事都可以干 因为别人拿你没办法 是 对啊 好 那接下来也是出事的地方 俄国的卫星 这个国际 卫星国际太空站 附近爆炸了 这个太空人急忙找隐蔽 这个国际太空站发生不少事 要回来的回不来 不该炸的炸了 你在讲太空人急忙找隐蔽 我就想到我们在成功岭 震撼教育啊 炸弹要爆炸 手段要爆炸之前 大家要刻处找隐蔽 那种感觉要四散奔逃啊 你还记得成功岭 对对对 那样是成功的地方啊 我们的太空人在国际太空站上 也需要赶快寻找隐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俄罗斯的卫星 是 在六月下旬的时候 在太空轨道上爆炸 然后炸出来几百个碎片 离国际太空站位置不远 是 大军中你知道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George Clooney 克鲁尼 跟那个 Sandra Bullock Yeah 他们两个演的电影 叫Gravity Yeah 重力他的开头的片头 所以他其实已经在开始演那个电影了 所以 是 是事实 在模仿虚构 对啊 事实模仿虚构 直播现在男主角又回来去跟拜登讲话去了 不过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啊 这种事情以后持续会发生 但是俄国人的并没有说那个卫星 他是对地资源卫星啊 对地资源其实有好多种解释 他是对地面拍照的 拍的照片用在资源可以用在军事也无所谓 所以对地资源卫星就爆炸了 他一直不说是什么原因爆炸了 是 不知道是自己弄爆的呢 还是别人把你搞爆的 但是他爆炸以后 这几百个几千个碎片呢 有一些就对着太空站过来了 所以太空站的九个人 就同时挤到了那个 这个还没有修好的STAR Liner上面去了 对 星际航线 星际飞机 不是卡在那个地方 两个人咱是卡上面回不来吗 是 到现在为止还在上面 那个星际飞机啊 但是当时呢 你这碎片已经对着太空站过来 所以危机情况之下 即使那个飞机还不在堪用状态 这些太空人还得挤到那飞机里头去 万一太空站给一个大的碎片打到 整个太空站开始漏气了 你这个星际飞机就得要急速脱离 对地球回来 那这飞机能不能回得来 还不知道 他自己恐怕很难吧 自己很难 为什么那两个人要卡在上头 你知道吗 这九个人挤进去 七个人就会说 为什么你们两个人要挤我 麻烦的是四次推迟之后 仍然没有归期的 你刚才提到的 我们来介绍一下 波音星际飞机 四飞太空人 他们的处境 这四这两个人 他是starliner 我们讲星际航线 或者星际飞机 波音好不容易做成功了 成功的是说飞上去 在出了一些小问题的状况之下 什么氦气泄漏 氢气泄漏 还能够对接到国际太空站 你没看这两个人进去 这两个都是资深太空人的 尤其是那个女的 她坐过很多 Sunny Williams 对 太空站上的衣食住行的介绍 那进到太空站那一刹 那个疯狂 简直像摇滚乐歌手 那个样子 没有想到 他这个疯狂灭霸 维持太久 那这两个人 一直回不来 他们当初只要待一个礼拜 现在快一个月 是 据说 据他们自己说 以及这个NASA也说 没有问题 一定可以回来 可以安全返航 但是 为什么迟迟的 拖延 要回来的时间呢 没有 大春春 您问我这句话 我就假设 我采取的是 NASA跟波音的立场 我就说 这是一次测试飞行 本来预期就会发现一些问题 那正在找出跟记录问题来 进行修正和更新 各位不用担心 我们会把他们用同样的飞机送回来 但目前呢 我们是努力积极的找寻答案 这对我们整个任务是有极大帮助的 听起来这是立法院的讲话 NASA的署长 那不就是立法委员吗 跟一样的说法 这两个人是卡在上面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办法使用这一个 Starliner回来 但我真的觉得很反讽的是 当你的太空站面临了Red Alert 红色警戒的时候 这九个人 竟然要挤到这个 还没有办法回来的太空船 回不来的太空船 万一太空船 太空站真的被打到了 他们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他们会跟地面讲说 Are you sure this is safe 你觉得我们留在太空站上比较安全的 还记得这个Starliner比较安全 而且到现在为止 好像氦气泄漏和推进器的问题 也都还没有任何解释 所以你要说波音怎么办呢 这个老公司出了什么问题 大人兄 一个机构老化了 它整个的施工文化就会出问题 那这恐怕不是一时半会能够修复的 我担心的更严重 我是有远见的人 数一数 现在不止七个人 九个人 万一他再数出十个来 不知道是哪来的 这是很危险 另外 有四个科学家 住在NASA的模拟火星基地 一年了 终于出关了 出关 在很多地方都有模拟火星基地 有些是认真的科研机构 科学研究 有些只是教育大家好玩 另外一些是推广 卖票的 当然在休士顿 这是比较认真的 我们在夏威夷 以前科普学游也去过 Montaloa 南边的山上头 有一个火星基地 High Seas 现在是休士顿火星基地 这四个人 已经在那个屋里头 待了378天 超过一年了 超过一年了 对对对 那他们自己在干什么 这一年 种蔬菜 还有火星漫步 是 他们要接受生活上的 不同层面的压力 譬如说你被关在一个 密闭狭小空间里面 然后你跟家人联络的通讯 原则上你送出一封信 家人12分半才收到 然后25分钟之内才回来 是 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 25分钟 表示他家人 想都不想 就知道要怎么写回信了 那差不多是 接到信马上就回 是好习惯 所以大尊兄 我说一个话 火星上面 其实你可以想象 太阳地球火星 排成一直线 这是冲 这地球跟火星 最近的时候 1AU跟1.6AU的差别 但如果火星 刚刚跑到太阳的 另外一边去 地球在这边 火星在那个地方 它的距离就远的多 所以平均 大概是十几二十分钟的 delay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到JPL 喷射推进实验室 去访问的时候 严正博士 台湾之光 他在那边操控 火星上面的观测车 他就会说 很多电视上 电影上演的是什么 观测车操纵者 戴一个VR的眼镜 手上拿一个 电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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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荧幕上出现的 这座火星车 跑来跑去 25分钟的讯号 你以为你能够这样搞吗 实时看得到火星 光是那个时间差 观众就会不耐烦 到底你在打什么 对 所以每一次 每一天 都要送上去一个batch 里面所有的指令 上去以后 他这一天的工作 他好好做 四位科学家住在NASA 模拟的火星基地 一年之后出关了 他们还正常吗 孙老师 那要得问他们了 四位科学家 两男两女 我是觉得很好 社会心理上面的调试 跟机械 跟物理上的调试 是一样重要的 很多时候呢 这些火星模拟基地 主要是看人 在长时间 小空间 磕头碰脑 都是同样这些人的相处 人际关系 还蛮重要的 大军兄 那我就想 你至少在这些 模拟基地里面 他还有一两间屋子 你要是跟谁吵架 你还可以一转身 摔上门 自己有privacy 但是在以前 早期太空人的 阿波罗 或者双子星 那边就是一个小小的舱 那边一个礼拜 磕头碰脑 那边就几个人 那是多辛苦的事情 那更不用说 你眼睛看到外面去 就是茫茫黑暗的太空 比那个远洋水手 看到的茫茫大海 来的还要虚空 变化也没有 是吧 对 所以人类真的是 要迈向太空的话 这些问题 都要一一解决了 但我觉得需要有一些 破坏性的建设出来 怎么说 也就是你彻底 打破了目前人类 对太空往外发展的 过程的思考 我觉得我们细节不多说 我们就最近在思考 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你眼见的 在这些年看到了 我们时空的广莫无垠 对人类 目前科技的限制 那你真的要想走出去 那一方面是人彻底 心思状态要改变 身心状态要改变 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 物理新科技也需要改变 有机会再好好说 很好玩的 恐怕我们连我们的伦理状态 信仰都要改变 是不是 在过去这些年 看起来道德伦理跟科学 是一个不断互相演化演进的过程 即使我们不想它变 它也在其他的面向上变得很厉害 让我们更适合去火星了 大人兄一路好走 去火星了 是吧 一路好走 对 不不不 我是想是说 真的到火星去呢 很多人会想去 我们讲说一路好走的意思是说 光那八个月的时间 你就怎么样能够撑过去 到目前的科技肯定是做不了的 是 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路上 能够好好的安排我们的十一柱形 那有一些突破性的 破坏性的建设就需要发展了 以后我们再说这些想法吧 是 欧洲最新的亚利安六型火箭 首度成功发射 7月10号的新闻 我想这个只是我们提一下 但是您记得我们讲亚利安六号 亚利安五号工程身退了以后 亚利安六号马上要接了欧洲的骄傲 就是骄傲了好多年 一直没有真正成型 那现在终于能够在7月发射的 这个亚利安六号火箭 是 那最是欧洲目前最强大的火箭 那无论送人或者是送货 都能够重新的恢复自主了 所以他也经历过一连串的掩误 还有挫折 甚至还有一段时间没钱 你讲大春兄啊 这些把小国家 多少个小国家聚在一块形成的欧盟 要怎么样呢 共同发展 一直火箭出来 光那个互相协调的界面 我就看着就头皮发麻了 组织合作 是最不容易的事 对 来 接下来这个是木卫二号 这个NASA的木卫二号快船 欧罗巴任务 可能因为晶片无法承受辐射而延误 对 我们上次讲了Clipper 就是这个快艇队了 那本来讲的好好的 因为欧洲的前面一艘一模一样吧 相同任务那个Juice 果汁号 早就出去了嘛 那当时的讲法是美国跟欧洲同时发射 欧洲发射果汁号 美国发射快艇号 那结果呢 美国因为经费的问题拖到现在 本来已经生火带发了 我连我们在JPL 上礼拜在JPL 都看到了那个快艇队Clipper的四分之一模型 表示现在已经送到了佛罗里达 今年十月就要发射了 但现在发现了问题 也就是说 它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的电晶体 在木星的强烈辐射情况底下可能会失效 木星的辐射很特别 我们以前第一堂课学天文 讲到太阳系的行星的时候 就说所有的行星吸收太阳的能量 辐射一部分回太空 只有木星释放的能量超过了它从太阳吸收的能量 这是 因为它大 它大本身 它的重力 它自己本身有能量提供出来的 所以木星周遭的辐射其实是非常强的 带电粒子磁场什么都是 现在发现了Clipper 我不知道你搞到现在 太空船都已经送到了佛罗里达州 准备十月 三个月以后就要发射了 才发现 它的晶片受不了木星的强烈辐射 我说怎么回事呢 看看Clipper打入季后赛 这时候2025 2026有没有可能 今年这一季恐怕没希望 看一下太空的事情比较快 还是MBA的事情做的比较快 你说反正以为Clipper能够成功就是了 对对对 来 彼此冲喜 灵芝菌丝体 变身为建材 这是在月球上 还是在火星 在月球跟火星都有 太好 更好的是什么 新的建材 这是NASA 也就是明天我要去的地方了 也是我们要访问的第一个NASA 在旧金山就在矽谷旁边 那四月份我去那边 跟NASA的同人见面的时候 因为NASA的那边的主任 是我们的好朋友 Eugene 人很好 他安排我们这些参访活动 安排非常进行 但是他们那边所做的几个强项 第一个是Supercomputer 超级计算 它的高速计算特别厉害的 他据说我在那边参观的时候 他们的电脑工程师 就带我到他电脑机房里面去一看 那深不见底的电脑机房 他说Silicon Valley 矽谷有一半的computing power 在这间房子里头 我很厉害 他们所做的高速模拟计算 不是只有说你模拟大的星云 星系碰撞什么的 他连飞机起飞的时候 还没有收起落架之前 那个起落架会受到的风力 你看那个风 怎么样从起落架两边过去 产生的力 这些东西都一清二楚 做出好漂亮的影片来 我在那边参观的时候看得到 那现在看到了AIMS 他本身也是研究生命 跟建筑的一个环境 A M E S AIMS 这是一个AIMS 这是他的研究中心的名字 对 AIMS 艾姆斯研究中心 最早是航空的 讲飞机的 他甚至比NASA都还在前面 NASA成立了以后 他就被并入NASA 成为NASA全美的 十个中心之一 但他的航空科技 他的高速计算 跟他的外星生命的研究 是他几个强项 现在他的这一个 我们要报道的这一段 主要的是在月球 或者是火星 适合打造人类居住的家 他的建筑方式 是用真菌的菌丝体 就跟月球 或者是火星上的沙跟土壤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大正兄 千万看到了真菌跟菌丝 你以为是他在给月球火星 开中药 他会带去 他从地球上带去 最主要就是说 这些东西是可以把你 上面的土壤 沙子结合在一起 变成种植出来的一个居住地 为什么讲种植呢 清植建材 因为他本身 这些菌菇 菌丝啊 是你可以用包子形态带过去 嗯 你知道 你就不用带太多东西 他到那边 他自己会长的 大正兄 这个观念就是 你在地球上找一些 未来到了一个极端环境 他自己还能够长 是 但是路上呢 他可以占最小的体系 不花心思照顾的 但是在地球上长 跟在火星或月球上长 是一样长吗 还是会有变化 这就是NASA 他们在做的实验了 要看一下 在那边的环境 你把气压温度调到那边环境以后 看灵芝跟菌菇 菌丝呢 在那个环境里 能不能持续生存 测试它高温 或者酷寒的环境 还路上被辐射 努力照的时候 它会不会出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东西过去以后 它就变成了把木材 就替代木材金属玻璃 这些材料的可能性了 用真菌菌丝打造建材 是 所以它也不会透明 透明干嘛 不窗子吗 你从里头看不到外头 窗子你知道 其实另外一个是冰 火星跟月球其实都有水 水还不少 整个太阳系里水真的是不少的 那你就把水怎么样 把它弄出来 纯化了以后 变成可以用 可以喝的东西 我们是正要说的吗 太空建筑新突破 微波烧结技术 可以用月球的土壤 制造砖块 对 韩国厉害 对 不是只有Kimchi 它还能够真的有 新的微波烧结的方式 让它能够把这些材料 加热的材料以后 让它重新融化 再结合在一起 以前你说在月球上面 其实我们很早就参加过 月球上面建筑屋基地的研讨会 那你多半你在月球跟火星上面 第一个那个材料很松散 没有交接的能力 是 第二个 它被宇宙射线长期打了以后的 每个例子都是非常尖锐粗糙的 那你这些东西很难结合在一起的 那现在就怎么样 给它一点温度 让它稍微融了以后 重新再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 你能够 你能够去manipulate 能够操作的一些材料 好像是先方法是先把月球土壤 在真空里头还预热 之后还要 还是要回到高温 对 但类似还是微波预热 然后高温微波烧结 重新把它烧过以后 高温加 然后最后让它冷却了以后 它就会产生比较均匀密度的 跟抗压强度的材料出来 这可以利用在月球的瘦光面 跟背光面两边 这边加热 太阳加热 带到那边去冷却 就像大真兄以前讲过的 你就要在那个黑夜跟白天的 跑来跑去 背着太阳能弯 跑来跑去 这不错 地表天空之眼逐渐睁开了 我们只能抱抱这个题目了 因为要进广告了 地表的天空之眼逐渐睁开 欧洲极大望远镜的最后一块 分割镜面 制成了 这是好消息 终于我们看到 另外一个大望远镜即将落成 美国人在做大的 但是那个大的没有这个大 夏威夷那个还做不了 因为受到当地的诅价 但是智利亚妈不一样 我们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孙维新谈天单元 维新兄啊 我每一次访问你最高兴的事情 就有收获的事情 就是我不懂的事情 下面这一整段我不懂 欧洲极大望远镜 是欧洲南方天文台 ESO建造的建造中的地面光学天文望远镜 底下就一堆数字 一个都不懂 好那没关系 欧洲极大望远镜的名称叫EELT 那如果大家跟我们节目听的久了以后 那LT两次就很简单 就是Large Telescope的意思 那你记不记得原来我们在 在欧洲智利的高原上面 VLT对 大军兄 你现在是专家 Very Large Telescope 小朋友是傻眼的 这个名字我也会 我也会发明啊 他现在是Extremely Large Eurotene Extremely Large 欧洲的大的不得了的望远镜 那目的其实冲着美国来的 美国不是搞了两个十米望远镜吗 两个十米凯克望远镜 Keg望远镜是目前最大的望远镜啊 都在夏威夷山顶上一左一右 但是呢 美国人规划的是TMT TMT又是一个很傻的名字 叫30 Meter Telescope 30米望远镜 是 其实在夏威夷山上一片地已经铺平了 就准备迎接这30米望远镜了 但因为当地原住民的抗议 所以他连动工都一直不能动工 已经拖了有十年了 所以我们听了那个名词 Extremely Large 已经听了十年了 没有没有 我们听了 TMT听了十多年了 各个国家参加以后就傻眼了 因为我们在夏威夷去做科普学游的时候 上山的路上就已经看了原住民 在山的路口搭了公寮 旗杆上面把夏威夷的周旗倒过来挂 是 你只要施工机器上山 他就躺在路上不让你上去 所以呢 他那个30米望远镜 万事俱备 就欠识没有办法往上动 那在这十年里面的欧洲人就闷声不吭的从后头追上来了 那欧洲人当时想着说美国人想做30米 那很简单 我做个两倍大的 后来发现两倍大的60米太贵做不了 他就说那我直径不要两倍大 我面积做两个 那那那我面积两倍大 面积两倍大的话 直径是多少 根号二 因为我们一边你直径出来以后 它的平方才是面积嘛 是 所以如果我的面积是你的两倍大的话 回到直径上就是根号二 根号二是1.414 就是1.4 也就是说你是30米的 美国人的望远镜TMP对吧 那我直径比你大1.4倍 我做出来以后 39米多 对对对 40米 4042米嘛 但结果是做出39米来的 那我这样的话呢 直径大了1.4倍 我的面积就整整大你两倍了 但是这个东西 对不带极光面积 对大它两倍 而且它现在的速度超过了TMP 因为智力山上没有其他的当地的阻抗 是 所以现在显然 它现在做好每一个做好一片 它这不是一个巨大的镜子 谁也做不了什么 8米以上就没有单一镜面了 除了日本人那个8米的 但现在就是用小的镜片 风槽式的仿生科技 就是仿效这个密封的做法 六角形的一片一片 每个六角形是1.5米 它的直径是1.5米 厚5公分 大春兄5公分很薄 1.5公尺 然后5公分的厚 整个凑在一起将近800个 六角形的小镜片 798个 对 但是大春兄 他讲小镜片 我觉得对我们是一种侮辱 为什么 我们在台湾露林山上 最大的望远镜是1米的 那你现在每一个六角形小镜片 是1.5米 看得不心酸酸 这个大概要做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还在等 就是他慢慢往那边送 但是他的进度很正常 然后他表面你知道 做出来以后 表面要抛光到10奈米的精度 10奈米是个什么概念 大春兄 我们老是要跟我们听说朋友讲 要记得人的一根头发拔下来 无论是我的 还是大春兄的头发 直径都是100奈米 所以你表面的精度 要到了头发的十分之一的精密的程度 是 无法想象 而且头发又掉的那么厉害 德国 他主要是在德国做的这些小镜片 做完一片送一遍 做完一遍送一遍 都已经到了智利的 现在很快在那边组装起来 我们这个欧洲极大望远镜 就值得期待了 平均千年一次的太阳直子事件 将会严重破坏地球抽氧层 还有什么好严重破坏的 已经破坏的差不多 这就是我们已经在最近发生的事情了 就太阳这一次的活动周期极大起 就不断的有 我们讲正常时间叫太阳风 是 恒星风 太阳风本身就是个恒星风 因为恒星本来就会对外 有强烈的辐射压力 物质会送出去的 那这些恒星风 我们以前不是说过吗 它不是南风之熏息 可以解无名之欲 它是强烈的太阳的质子 是 90%是高能量的带电质点 这就是太阳质子事件了 对对对 它如果对着你撞过来的话 它会压迫我们的地球高层大气 持续破坏臭氧层一年左右 一次质子事件过来 就会让你的地球磁场弱化 南风之熏息 可以真无人之运息 可以让大家都很怒 肯定外面传来消息 这两天的大新闻 珊瑚白化 温度增高 珊瑚白化是水温增加的关系 现在的水温增加到 无法想象的高 我们常常讲说 水温超了25.5 26.5 台风就是足够的能量产生了 那现在恐怕不止 我们前几个礼拜 也是带学生到国内学游 到南边的海边去了 你知道吗 那个海水的温度是30度 哇 30度 那么大片的海水 对 它怎么受得了 它体内的那些绿藻 就被都排掉了 所以它的颜色就不见了 所以珊瑚就白化了 那这是人类整体 对全球 整个地球环境做的影响 恐怕不是我们肯定 单一的事件 我们最近即将访问 台大电的这个 关于关心这个议题的 一些活动和project 很好 台大电很讲究 环保的 环保节能爱地球 但是如果说像这样 植子事件 破坏我们的臭氧层 那使得进入地球的紫外线 辐射量增加25% DNA损伤率增加50%的话 这人真的无法自救 尼安德塔人 澳洲巨型带雄 当初这些人的 跟这些动物的灭绝 是不是因为太阳活动 跟地球互相影响 那那些影响天作孽 反正就这么回事吧 那你自己把冲氧层 搞坏的像什么 像我们以前讲过的 火箭本身的 液氧甲烷的废气 还有火箭经过的 平流层燃烧出现的 奈米级的 氧化铝的小粒子 都会破坏冲氧层 你的意思就是 天文探索也负很大的责任 没这么说 怎么让人绕去 绕到我自个身上来 科学家 提出了对于 德瑞克方程式的修订 是这个意思吗 德瑞克 1961年出现 什么叫做德瑞克方程 德瑞克方程式 就是计算我们银河里边 到底有多少高质外星生命 外星人 外星智慧文明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说 德瑞克方程式 他是一个 UC Berkeley的教授 叫做Frank Drake 法兰克德瑞克 他当时提出来一个 计算外星智慧文明 以我们自己银河里面 来算的话 他有一连串的数字 乘在一起 也就是说 你今天你看 总体整量 他这个一个公式 那左边是 我们银河里面 外星文明的数量 右边是什么 右边是银河里面 每年会形成 多少新的恒星 然后呢 每个行星系统 他所能够活多久 你真能够活到 生命产生的时间够长 那然后呢 每个恒星旁边 有多少行星 那这些行星里面呢 刚好在适当位置 有液态水有多少 那有液态水的行星 那大小相似 氧气什么的 能够产生原始生命 再来一项是原始生命 能够发展成高质生命的几率 那再来就是 高质生命能够维持多少年 就把这七八个数字 全部成在一起的以后 多半是几分之一几分之一 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万分之一千分之一的 成在一起以后 你银河有两三千亿颗 是 恒星吧 成完以后呢 乐观的人算出来 还有几万几十万个 外星生命 高质文明存在 悲观的人可能就几百个 几十个吧 是 但是即使是几百个 几十个 大春兄啊 我们讲过费米悖论 有的 一些对 大智慧家 Enrico Fermi 他就说了 Where's everybody 即使你只有几百个 你说是有 在哪呢 对对对 就这话 他们即使他们自己 现在灭绝了 但他们对周遭环境 送出去的太空船 产生的影响力 应该在我们天空中 到处都是 为什么我们从地球上 看出去 看不到一丝 外星生命 曾经存在的 为什么 不知道 我们没有答案 他现在 Where's everybody 他现在重新改变了 那德瑞克方程式的 重新修订 把原来的这个 所谓的FI 智慧生命 孕育在行星上面的 秉丽了 分成两项 一个是说 大陆跟海洋的 四居 西外行星的比 有大陆有海洋 两个都要有 另外一个是什么 有板块飘移 他就把这个地球本身 那个行星本身的条件 细分成为 如果有大陆有海洋 像我们这样子 最佳水量 你不要都是水 也不要都是大陆 另外一个呢 是他板块飘移 板块飘移的活动呢 就会让地球 生物地球化学 变得更活泼 你有热量啊 有能量啊 有碰撞 变化什么的 那这环境越活泼 刺激能量越高 可能性越大 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把这两项 算在里面以后的 取代了其中的一项 那这样的话 说不定 你会发现 整体的数量降低了 因为不是每一个行星 都会有板块飘移 跟大陆海洋的适当比例的 也就是没有板块飘移 或者说没有适当比例 他就没有文明产生 长期文明产生的可能了 可能性就比较低了 茸末 自知态写 今天的 안내 没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